公元前219年 有个叫徐福的人找到了秦始皇 跟他说自己有个项目 做成了可不只是收获金钱美女这么简单 那可是直接升天 直接成仙 也就是长生不老 现在呢就缺点启动资金 前任王一听有点意思 心想自己金钱美女权力地位都有了 无奈着身体硬件跟不上 有再多也无非享用 等于是看着干照剂 于是当下决定 这个项目我投了 然后徐福就拿着融资来的钱和人 东渡盈州寻找长生不老药 投资满终归是有风险的 徐福一去再无音讯 秦始皇还没拿到分红就先挂掉了 但自从秦始皇带了节奏之后 修仙这个事就变成网红活动了 汉武帝唐太宗纷纷打卡 只可惜都不了了之 所以说从古至今 人类在寻找长寿密码的道路上 就没停过脚步 不过跟古代的科技不够 神话来凑不通 现在人们研究的方向和手段 更科学严谨 2009年 有一位叫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的教授 凭借发现端力和端力酶 如何保护染色体这一成果 解开了人类衰老的奥秘 这也让他获得了 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之后他把研究成果 写在端力效应这本书里 今天咱们就揭开 人类衰老与寿命的神秘面纱 我们会发现 有些人老得快 有些人老得慢 有些老人童颜鹤发 经济身十足 有些年轻人为老先摔 下个楼都得心肺腐素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先来看看摔老的过程 有个哲学典故 摔一条船 今天换个侧板 明天换个龙骨 直到有一天 零件全部换了一辫 那这条船还是不是原来的船 人类的身体就好比是这条船 身体除了神经组织之外 其他部位的细胞 每天都在通过分裂的方式更新 也就是说 每过一段时间 你就是全新的自己 如果细胞每次分裂都没有变化 分裂次数也可以无限累加 人就不会老也不会死 问题就在这 细胞是会摔老的 分裂的次数也是有限的 1961年 生物学家海弗列克发现 在营养充分的情况下 人体细胞分裂的极限 也只有50次左右 这叫做海弗列克极限 细胞停止分裂之后 就意味着一个人 真正进入了摔老期 为什么人体细胞分裂次数有限呢 就要说说端粒这个东西了 咱们都知道 人体细胞有23对染色体 携带着人类的遗传信息 主要由DNA和蛋白质组成 端粒位于染色体的末端 它也是由DNA和蛋白质组成 但不同的是 端粒的DNA 在细胞分裂时不参与编码 说白了 它的作用就是保护染色体 就好比是鞋带两端的塑料头 细胞每分裂一次 端粒就变成了 直到它短的不能再短了 细胞就停止分裂了 端粒的长度 反映了细胞复制的潜能 所以它被称为 细胞寿命的有色分裂中 端粒的长度跟基因有关 不过人们之间的差距 并没有那么大 端粒最短的平均年龄 是75岁 这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年龄 看来人类是被端粒 扼住了命运的后包镜 卡得死死的 不过布莱克本 也通过实验 发现了好消息 他发现一些四魔虫 在细胞分裂的时候 端粒并没有变短 反而还变长了 很快 他发现人体内也有一种物质 可以降低端粒的磨算 那就是端粒酶 可惜它的活性有限 除了造型细胞 生殖细胞等不断分裂的细胞外 其他细胞分化成熟后 端粒酶的活性 就逐渐减弱甚至消失 大家可能会想 既然这样 那就缺啥补啥呗 不过布莱克本教授 不建议补充端粒酶 因为它会打破 人体细胞的平衡 可能又发一些疾病 比如癌症 癌细胞咱们都知道 就是不受控制的变异细胞 可以无限分裂 现在用于肿瘤研究的癌细胞 还是海拉细胞 1951年 从一位黑人妇女 海瑞塔拉克斯体内提取后 一直分裂至今 端粒的长短跟基因有关 不过也受环境的影响 有个现象是 如果一个人的家里发生了变故 那它有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 甚至一夜之间藏老很多 一夜白头真的不是夸张的形容 端粒效应的第二作者 艾佩尔 本身就从事心理压力研究的工作 他发现一些 长期照顾生命孩子的妈妈 特别显老 于是布莱克本 测量了这些妈妈的端粒长度 发现了三个现象 一 照顾生命孩子的时间越长 端粒就越短 不过也有一些人例外 虽然照顾时间长 他们的端粒似乎并没有所短 二 觉得自己照顾孩子的压力 特别大的妈妈端粒最短 三 觉得压力最大的妈妈们 他们端粒酶的活性也很差 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压力并不是影响端粒的因素 影响端粒的是应对压力的反应 也就是压力管理 而且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人们在面临压力的时候 一般会有两种反应 一种是威胁反应 一种是挑战反应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两种反应的区别 比如你明天要考试 但是没复行 如果是威胁反应 你就会紧张焦虑 感觉胸口上压了一块石头 闯不过气来 如果是挑战反应 你就来劲了 像打了鸡血一样去呼吸 这些不仅仅是心理压力 更像是生理反应 事实如此 威胁反应让血管收缩 血流量减少 另外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 迷走神经活动下降 你会觉得身体僵硬 受脚冰凉 反过来 挑战反应也会让你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 但血管不会收缩 而且血液含氧量提高 由更多的血液流向大脑和四肢 以便调动全身来战斗 端粒缩短的快慢 就去源于不同的生理反应 怎样才能把威胁反应 变成挑战反应呢 书中提到了 艾读克的认知解历法 一 语言距离法 就是把自己抽离出来 以旁观者的身份跟自己对话 这样不会陷得太深 还能正向引导自己 二 时间距离法 就是看远一点 想想十年之后 这个事还能有什么影响 每准十天之后 你都已经忘了 除了短期的压力 会让端粒变短 长期的心态 也会影响端粒长度 书中提到三种典型的负面情绪 第一种 第一 这种心态一般在强势的人身上比较常见 就是觉得别人处处针对自己 领导穿小鞋了 同事挤兑了 老婆不理解了 孩子不听话了 这会让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变差 心情自然会不好 从而影响健康 第二种 悲观 这种人遇到事情总会有负面的预期 所以一直处于消极的情绪状态 我们看那些常数的老人 生活习惯好像并没有多健康 有些老人甚至抽烟喝酒食肉三大爱好 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 就是心态非常好 把生活琐事看得很淡 2019年 美国博士队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乐观的生活态度会让你更加长寿 并增加活到85岁的可能性 第三种 胡思乱想 据统计 人们在做事的时候 50%的时间都在走神 咱们之前提到过 走神本身就比专注更消耗大脑能量 而且人们往往想的都是负面的事情 就是无形中给自己增压压力 要摆脱这三个负面情绪 除了上面提到的语言俱立法 我们还可以用专注当下的事 来取代负面情绪 一个念头你越是想忘掉 你就越忘不掉 这叫做矛盾反弹 当你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 原本的念头就消失了 最后你还可以用冥想的方法 每天10分钟不仅可以提升专注力 还能改善长期顽固的负面情绪 除了被动减小端裂的磨损 我们还可以主动出击 让端裂更耐磨 1.锻炼 什么样的锻炼对端裂最好的 书中提到三种 第一种是有氧耐力运动 比如慢跑游泳骑单车 每周三次 每次45分钟 坚持6个月端裂磨的活性可以提高一倍 第二种是高强度坚先性训练 就是高强度运动跟修复运动交替进行 比如快跑3分钟 慢跑3分钟 再走路10分钟 这个流程每天重复4遍 每周3次 第三种是阻力运动 就是力量训练 比如举重 2.睡眠 人在睡眠的时候 身体会进行一系列的DNA修复 排除废物等生理活动 所以睡眠真的很重要 那睡多久好呢 研究发现 每天睡眠时长最好在7个小时以上 当然也有些人例外 每天睡4-6个小时就够了 我们可以用睡眠革命里的一个方法来测试 先按照每天7-5个小时 也就是5个睡眠周期 每天固定入睡和起床时间 观察一周的精神状态 如果每天都起不来 就增加一个周期 反之减少一个周期 另外睡的早晚 时间的长短并没有绝对的好坏 但是一定要符合自己的昼夜节律 就是生物中 晚上困了不要硬撑 早上醒了也不要硬睡 因为你的身体比你更了解你的生物中 3.体重与饮食 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女士的身材 左边这位腿很细 但腰围很大 右边这位刚好相反 你觉得哪位女士更健康 答案跟你的审美一样 右边这位女士 其实体重跟端力的关系不大 端力更在乎的是肚子的大小 或者说腰臀比 有些人的肉是长在皮下脂肪 就是四肢比较胖 这没问题 怕的是胖在肚子上 这可能反映了新陈代谢水平低 会让端力变短 怎么样调整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饮食 当然不是说把自己饿瘦 因为人体是个反脆弱系统 故意少吃虽然暂时变瘦了 但身体是越缺什么 就会尽可能吸收什么 所以很容易反弹 国际上比较推崇的饮食结构 叫做地中海饮食 比如应该多吃蔬菜 水果 全麦类搭配鱼和乳制品 少吃红肉 加工肉类 含糖饮料和酒类 不过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 所以仅供参考 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调整 四 环境 有个科研团队研究了900位 生活在九龙跟新界的人 结果发现 生活在新界的人端力更长 因为九龙是市中心 高楼耸利 车水满龙 新界是郊群 有很多类色植物 所以我们没事了 还是在多亲近大自然 老了以后回农村养老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接着目前 人类还没找到 能技术性延长寿命的方法 不过通过端力跟寿命的关系 我们至少知道了 哪些行为是有损健康 所短寿命的 在生命面前 还是要保持健闻之心 毕竟生命的价值 在于生命本身 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最后我们可以低下头 看看自己的鞋带 每次在寄它的时候 都可以想象端力的样子 因为它关系到 我们的健康和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